這篇安斥防中哥啊 用筆算是比較和緩 有的 寫的會感覺比較急啊 有時候有時候寫的比較和緩 有時候寫的韻味比較多 其實每次都有差一點點 因為他們留下來墨基啊 不是同一個時代寫的 他會有一些明顯的差別 雖然那個整體的 我們說調性啊 呈現的面貌風格啊 差不多 但是用筆啊確實有一點點 速度上的差距 還有他提案上的差距 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那事實上他們 以這樣子來講 每一個作品啊 其實還是可以分出高下 我所謂分出高下 他自己跟自己比 有時候會覺得寫的還不錯 有時候會覺得似乎沒寫的那麼好 就是跟他比啦 自己跟自己比 不是跟我們比 基本上這些 成名的書法家 都有獨到之初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比 但他跟自己比的話 確實作品還是有高下之分 有時候寫的好 有時候寫的不好 很多人啊學書法有個迷思啊 老師認為喔 越老的時候寫字是越好 這是一個錯誤的 觀念 這種感覺就像那個什麼 桌球 我們打桌球或是打 做其他球類 球類運動 或是體育技能 有點技能性的東西啊 並不代表說他 越老打得越好 因為牽涉到體力的問題 那你會說 奇怪呢 我們這個寫書法 又不需要體力 書法其實需要專注力的 那也就是有 有些人起到老的時候 確實沒有寫的年輕的時候 也不是年輕啦 就是說 一般來講會 人會有個全盛時期 沒有全盛時期 所以不用去迷信 哇這是他最老的時候寫 死前寫的最好 未必 我最常看到的書品都是認為 啊這是他最後代表作 沒有代表作 代表作在死之前 早就已經完成 要死的 之前的那一個 最後作品叫移作 不是代表作 所以你看米符 米符的代表作 應該是屬樹鐵吧 屬樹鐵是四十幾歲寫的 不是 不是什麼多老的時候寫 老的時候 就不是代表作 你說王羲之的代表作 也是五十歲左右 函庭序也是五十歲左右 那你說 天下第二行書 紀子稿 紀子稿也是 四十八、四十九時候寫的 年蘇東坡的函石帝 也是四八或四九左右寫的 接近五十歲的時候寫的 那也就是 其實他們的代表作 都在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候 體力很好的 還算好的時候 所書寫的 都不是那個 老太隆宗的時候寫的 那我的意思說寫字啊 其實不用去迷信 什麼越勞越好 沒有那一回事 沒什麼專注力寫出來的字 還是沒有專注力 有時候我說這個 有時候 吃老本也有吃完的時候 當你年紀大的時候 你就很麻煩 你就不能寫一些精緻的字 只能寫一種比較 看起來比較 抽象的字 所以你看 老人家寫字啊 很多到最後 書封的演變 到最後都越老越古著 為什麼 他沒辦法寫年輕時候的那種感覺 他只能寫老的時候的感覺 人書巨老 但不見得老就好 也不是老就差 要看作品 而且古代人容易生病啊 生病 醫啊醫很久 你看那個 像吳昌碩自己在 弱款都會講啊 他生完什麼肝病啊 然後就在 好不容易好了啊 就在寫寫字啊 你看那個作品跟 比之前的作品就比起來 就會覺得 好像弱了一點 當然還是很好 但是跟他比 之前的作品還是弱了一點 不是年紀越大一定 學得越好 他有牽涉到很多 外在的條件 那我說你想先寫這一個也可以 你要先寫哪一筆器都無所謂 我一直覺得段書的筆順 根本不重要 因為他 他 本來就沒有什麼筆斷一連的問題 那你凱書行書 會有筆斷一連的問題 傳書沒有筆斷一連的問題 那什麼是筆斷一連呢 筆斷一連是筆是 每筆跟每筆雖然 他們是沒有接 連在一起的 但是他們搖搖的相對 有呼應的問題 這一筆跟下一筆 他有互相 搖搖相對的問題 那傳書沒有啦 傳書 傳書這一筆就是這一筆 那一筆就是那一筆 他沒有先後 呼應的問題 他只有線條美不美的問題 所以他不用考慮筆順是這個原因啦 那當然筆順也有分好寫跟不好寫的方法 到這裏都看你習慣 到這裏都看你習慣 都是平的 他事實上都微微的弧度 這寫傳書最容易犯的錯誤 很多人在寫傳書的時候寫的 橫平數值 或是寫的 連的剛剛好 所謂連的剛剛好 有時候他其實在接筆的時候 是有點小瑕疵的 並不是你想的 喔接的多漂亮多順 嗯 像他這個筆畫這樣過來對不對 他接下面 請問這有沒有瑕疵 其實看起來就不順 他是同一筆的 竟然是突出來 可是對於 大書法家來講 他們喜歡做出一點點 人為的瑕疵啊 人為的瑕疵會覺得自然 啊如果你把他接得太好 會覺得很像機器人做 就是說 接起來好像 有瑕疵 看起來不是 不是很準啊 有點準又不太準那種感覺 好像是接筆也沒有接到很準喔 大部分都是看起來有點接接接接 有點準又不太準 它會很明顯讓你看出來它是接的 啊如果你用鐵線鑽就不會 鐵線鑽會讓你看起來 好像是遠轉過去的 這個 這兩個的藝術的美感 是不一樣 一個講求像機器一樣的效果 一個講求像 大自然的效果 大自然就是 變化無窮 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但是他當然有一定的限度啊 很誇張的也也覺得難看 我這樣覺得寫字就像表演 破語不及都會讓人家覺得反感 好 提筆 比較重 墨比較多 其實我沒有刻意要寫的一樣喔 我都在寫的時候都會想說多一點點粗細 只是不要那麼誇張 只要有粗細變化 線條就會覺得比較美 去做一點微微的粗細變化 這是故意的 做一點粗細變化 會覺得好像真的比較 就是那種線條感 會不會那麼硬 如果你把它寫的像鋼絲啊 一樣粗啊 就會覺得很僵啊 這邊寫的密密碼碼喔 這邊寫的密密碼碼喔 寫傳書最怕這一種 寫到這種字我第一個都想到說 古代人好可憐喔 萬一遇到老師說寫錯字要罰50次 這個小朋友會寫到哭啊 這個筆畫實在太多了 其實我這樣寫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我希望它的間隔距離是緊的 大家都一樣 緊緊的 緊緊的 那重心偏高嘛 所以不要畫在總檢啦 畫偏上面 重心都要轉出重心都偏高 這有點倒的 不是紙的 啊 長得真是額若多姿啊 小心地處理一下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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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端 又多 然後 2 1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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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準備畫圈圈 畫圈圈 這一定要接的比較好寫 千萬不要從頭繞到尾 很多人喜歡從頭繞到尾 我覺得那一直不好寫 當然也有人繞得很漂亮耶 不能說這樣就錯 寫到最後就是你漂亮就好了 方法只是一種選擇 看你選擇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方法 你覺得這家這一派好你就學 這家這一派你覺得不好你就不要學 寫段書啊就是把線條練好 只背起來而已 背字 反而是容易的 你再花個一段時間就可以把它背起來 難就難在那個線條不好啦 因為線條是技術 然後背字是智慧 智慧高的 過目不忘 一下就背起來 但是你還是寫不好 因為它本身牽涉到的是技術 你要把它寫出來表現出來 你就是要靠你手上技術 那技術是練的 它不是背的 也就是說聰明的人 他可以背字背的比你快 但是在線條的練習方面 他沒有捷徑 他必須要靠練習 不管誰都一樣 智商180也一樣 智商100也一樣 他都要靠手上的功夫去練習 在這裡這一點是比較公平的 不然很多人說 老師我太好聰明 我看過就記住了 我都記不住 對啊他記得住啊 可是問題線條呢 線條的表現 他還是要花時間 就像貝多芬 雖然是個天才 他的努力的時間比你多上100倍吧 所以天才都比我們正常人更努力了 他才有那個成果 他也不是說天才 然後就不用彈鋼琴 他自己就很厲害 不肯 這有酥酥蜜蜜喔 不是平均的喔 這是一個勒字 跟上次那個勒不太一樣 上次畫圈圈 這次畫三角 所以你看他也是想變化啊 同樣是傳書 他也是有不同的寫法 不是一個方法可以寫 寫片所有的字啊 我常常講說 西方的啊 都是相同的幾何圖形一直重複 東方的啊 就是要講求變化 不能用一個東西 然後就從頭到尾都想辦法弄得一樣 不行 東方藝術就是要變化 跟那個 林圓中的小路一樣 一定要彎彎曲曲 西方都是對稱的 我們一定要彎彎曲曲 這樣才有韻味 這在符合我們這種 東方的思想美學 文維的起伏啊 大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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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 大分數 五角 二角 三角 在寫字的時候 都一直在努力的維護這個線條 快,快不起來,慢不下去 大概要維持那種 線條跟直咬住的那種感覺 去往甚麼時光 乖著要維持有 Fourier 要維持要維持來可以